大家好,我是中原大學數位學班計劃的大學班洪明鳳 那今天我要教小朋友是國文 首先我要教他望梅止渴的故事,所以利用一篇文章 望梅止渴在三國時代,曹操是當時一方的霸主 有一次他帶領幾十萬大軍經過一片大原野 當天氣十分炎熱的時候,士兵們口沾蛇躁,眼冒驚心 一個士兵忍不住抱怨說,好渴啊,如果再沒水喝,我們就走不動了 一說完,其他的士兵也跟著抱怨起來,甚至有人停下來不走了 曹操看大家因為口渴而不願意再走,急忙想解決飲水的問題 可是放眼望去是一片大片原野,實在看不到水源 這時候,他靈機移動,指著遠遠的一片山林,大聲地對士兵們說 兄弟們,前面就有一座梅止林,樹上有好多的梅子,大家再撐一會兒,就有梅子可以解渴囉 疲累的士兵一聽到前面有酸酸的梅子可以吃,不知不覺流下了口水 為了趕緊到梅林裡休息,紛紛打起精神向前走 第九,真的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軍隊才得意繼續朝目標前進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的小漫畫,四格小漫畫 一開始大家就抱怨,然後曹操就想怎麼辦,一定要想個辦法 後來曹操就說了,前面有很多梅林,希望大家可以振作起來,到前面去吃梅子 第三個,想到了梅子,當然不會再渴啦,所以所有人就開始行動,往梅林出發 第四個,當然不是真的有梅林啦,那只是一個比喻而已 他們後來找到的是一片的水源,那故事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刻的一些習題 第一個,等一下喔 第一個 許多人喜歡在鹽熱,鹽熱的鹽怎麼寫 這時候會要求小朋友寫,如果小朋友不會,我就會教他 那,這是冰冰涼涼的什麼料?消暑飲料 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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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第二題是,終身一響,同學們 什麼什麼,快步走回教室準備上課 那,紛紛快步走回教室 然後是,看見滴滴跌到,我什麼緊,我趕緊向前服務其他 那趕緊的幹怎麼寫 也是要求小朋友寫 如果他不會,我就會教他 那第二大題,選出正確的痴 士兵們忍不住抱怨,抱怨是什麼意思?先從第一個看一下 心中有所愧愧,這不對 第二個,心裡有所怨言,這有點像喔,先打勾 第三個,感到對不起別人,不是 第四個,心中存有遺憾,也不對 所以這題是2 來,第二題,順時有人停下腳步來不走了 表示更近一些的詞,這有點像,先打勾 2,表示相反的詞,所以好像不對喔 第三個,表示猜測,他沒有猜測的意思 第四個,表示不同的詞,這也不對,所以答案是1 接下來是,註音的造詞 這個造是火部的造,那小朋友會造什麼呢? 三個都是造,所以這對小朋友有點難 這個造可以造造熱,造熱的造 第二個是造音的造,造成大造音這種造 第三個是造,造育的造,暴造造 小朋友都寫完之後,看到第四題 造具的練習,第一個,如果點點點,就點點點 那一定會讓小朋友造一個嗎? 那假設,如果 我想一下喔 如果我長得像金城武一樣帥 就可以拍很多的電視節目 第二個,為了什麼什麼? 為了就讓小朋友自由發揮 然後都結束之後 今天就上到這,謝謝大家 來,介紹一下 你會不會錯了 畢竟